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商业处以豆定夹monga为主题 推荐了35间万华特色餐饮 同时也祭出总奖项40万元的抽奖活动 邀请民众吃美食拿大奖 多种食材大锅熬煮 台味十足的功夫菜上桌 味浓汤头阵阵扶行而来 一旁还有满满的炸牛棒咸酥鸡 满桌子美味让人垂涎三尺 这是台北市商业处为了推广美食产业 举办以美食在台北 豆定夹monga为主题的活动 邀请民众大胆美食 那我们的主要特色是古早味的一些伴桌菜 然后我们是用小吃的方式 让一个人也可以享用到 以前传统那种十个人的那种菜色 对然后我们的主打的话是喜琴燕尾汤 就是以前那种伴桌大家会包回去吃的那种菜味 对然后我这个喜琴燕尾汤里面有融入了像白菜 北菜肉然后还有这个酸菜猪肚 还有这个佛跳墙 然后还有四宝汤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种菜色 把它融合在一个我们的喜琴燕尾汤里面 对然后我们还有主打那个古早味的笋干蜂肉 对那这过去都是一般我们是工序有八道工序 那这个是很比较复杂 那我用平价的一个价位 让一般一个人两个人都可以吃到这种伴桌菜色 那另外一个主打的话是我们的主厨白菜乳 对那我们的主厨白菜乳是没有像外面 就是我们的主打是绑培肉丝 还有这个就是可以味道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一次的优惠的话我们就是会用就是送小菜的方式 对然后也让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民众来那个店里消费 我们在万华的三水街市场 那我们也是一个六十多年已经传承到第三代 那今天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真的招牌牛棒石 对它这个特啤酒都很好吃 回家再回锅一下也很好吃 而且我们都是当天现销这个牛棒现做的现炸的 然后这边都是一些也很好下饭的这个排骨酥啦花枝酥啦 对这些卖鱼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然后都是非常新鲜的鱼浆去做的 对欢迎大家可以来品尝 35间万华在地特色餐饮 包含米其林必比登推荐人气店家 帮民众精选出好味道 同时推出抽奖活动 总奖项40万的豪利等你拿 那我们有35家的店家 是这次参与我们挑选出来的 那在这些店家来做消费的话 我们就会提出可能将来你可以用一个抽奖 总金额 总算的金额大概到40万左右 也就是说你在这些店家的消费 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那主要是第一个 这个店家是我们特选出来 尤其是很多是利比登的米其林的 那另外就是从最顶级的台南蛋仔面 到可能最平价的肉丸或者是鱼肉饭 这些都有 所以各种形式都是代表我们万华的特色 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 让大家多认识万华 因为里面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集会万华来开店 很多的咖啡店 还有很多的特色 包括甜点 特色披萨 它非常的多元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我觉得市民朋友可能吃饭 可能会选择东区或其他的地方 但是其实万华 所以在地的小吃 还有在地的这些商家 它可以一地百年 所以才是我们 你要去想说 它为什么可以在那边百年 因为它就是非常的好吃 然后最重要是 CP值很高 就是价钱非常的合理 那我们的活动呢 就会希望说大家多走来万华 另外我们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万华的不同 因为我们去年花了很多力气在改善万华的硬体环境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万华的软体 我们大家也非常努力 它以前觉得万华比较脏啊 比较乱啊 其实现在都已经改善很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包括 大家以前认为说 那边有什么阿宫店啊 现在我们包括这些茶室 前面的相关的道路 我们其实都已经帮它清理完毕 所以你会看到万华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我们希望大家到这边来逛逛吃吃 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万华 就是在你印象中 我知道很多人去年到现在都觉得 去万华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疫区 这对我们非常不公平 我再说一次 万华民众我们在去年做了血腥抗体的检测 其实我们的抗体比例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万华非常的安全 去年我来参加那个台北市的百年老店里面 我看了一家万华占的15家 在万华15家里面万华占的6家 那今天有来了好几家 包括川越包括那个两几号都进来了 那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在台北市整个我必须讲 整个12个行政区里面 万华的小吃是最知名的 万华的小吃是最普遍的 庶民的 那包括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就是 累积很长的 一段时间的 像阿鱼如肉饭 有些都是非常厉害的 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 感谢产光局这边商业图的支持 把我们万华的小吃往外推 那今天 刚才副市长跟那个机长都讲了 特别要安排一场 万华的小吃群里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来安排 那欢迎各位一定要到万华来 我们说真的 万华的人情味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浓厚 非常的强烈 从最近几日到住边餐 所以我们的包容性是非常的大 那这也是我们万华的优势 那欢迎各位 活动期间到店家消费 发票可以登陆抽奖 也可以到活动专区进行人气店家投票 获得抽奖资格 市府期盼以在地美食餐饮带动产业发展 让民众感受万华传统新潮兼容并续的文化内涵 属降期间不知何处去 不妨到台北搭乘蓝色水路 除了有微旅行热门航班大稻城游河到淡水 7月份开始还推出了大稻城夜航游河 带民众悠游穿梭淡水河 欣赏水路两岸丰富的人文及自然景观 乘坐蓝色水路悠游河岸风光 迎接暑假到来 蓝色水路除了有微旅行热门航班 大稻城游河到淡水 炎炎夏日7月份开始 更启动大稻城夜航游河 除了可以饱览淡水河夜间河景外 更规划古迹导览行程 让民众体验蓝色水路的万种风情 为大家介绍暑假期间的蓝色水路微旅行的航程 蓝色水路微旅行热门的航程是大稻城古迹之旅 那在今年的7月份的每周六 他的一个会再开行 那行程的内容包含下午两点 会有老师去做一个路上的古迹导览 那接下来三点呢 会在大稻城码头去做一个搭船到淡水 那同时呢 导导老师也会随着我们搭船 然后随船去做一个沿途风光的介绍 那另外单纯的游和的航程有大稻城到淡水 以及从淡水到大稻城的一个单点 单程的一个游和的航程 那还有就是大稻城单点进出的一个 夕阳跟夜航的一个航程 可以供那个民众去做一个选择 那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呢 为了去推广暑假期间的一个 搭乘蓝色水路的一个航程 我们准备了五款限量的那个徽章 然后可送给搭船的一个乘客 那建议呢 民众在搭乘前 可以先提早做一个网路的预约 那或者是跟营运的业者 去做一个确认航班的一个资讯 那相关的资讯呢 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个搜寻 搜寻台北市蓝色公路 为旅行的一个网站去做一个查询 另外供应处还规划搭公车及好运 运抽奖活动 从7月1号起到10月31号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普万用锅 Switch主机 以及想想餐饮券等超值好礼 鼓励民众多多搭乘公车 为持续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台北市自7月1日到10月31日 有办理搭公车及好运抽奖活动 预参加本次抽奖活动的民众 可自7月1日起 于活动网站登录姓名 电话及输入与参加活动之悠悠卡号等资讯 当天起 于双北市市区公车使用悠悠卡 成功完成上下车刷卡 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搭乘公车次数越多 抽奖机会就越多 活动有18周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普万用锅 Switch主机及餐券等超值好礼 每月更有机会获得Dyson吸尘器 另于活动期间每月皆搭乘达40次以上之民众 会加码抽出全景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本次活动共有833个奖项 奖项金额高达150万 相关抽奖活动 注意事项 可自活动网站或公运处官网查询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活动期间每月搭乘公车 达40次以上的民众 加码抽出全景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详情可自公运处官网 搭公车及好运专区或活动网站查询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刑事局破获了一起诈骗国人出国案 这个犯罪集团与柬埔寨人口贩运集团配合 透过社群媒体以优渥的工作条件为诱因 假意招募民众前往柬埔寨 从事博弈客服 人头贷款等工作 被害人签订工作契约赴柬埔寨后 却遭到限制自由 从事网络电信炸弃的工作 大批警方鹤枪实弹破门而入 嫌犯看到立刻举双手投降 刑事局破获一起诈骗国人出国案 犯罪集团与柬埔寨人口贩运集团配合 透过社群媒体 以优渥工作条件为诱因 假意招募民众前往柬埔寨 从事博弈客服 人头贷款等工作 被害人签订工作契约赴柬埔寨后 却遭到钳制自由 从事网络电信等诈骑工作 近来我发生有多起 国人遭到人口翻译集团诈骗 以求职诈骗这样一个方式 骗到柬埔寨去从事 一个电信诈骗的一个案件 那我们在行事挺常局 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 接到了我们的一个被害人 来我们先进来报案 经过深入追查之后发现说 这个犯罪集团 持续的在用FB IG等等 网络社群媒体 来去偷这些假的求职讯息 来诈骗我们国人 来去前往天埔寨 那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 这个栏查到了三名的嫌犯 在台北市的旅馆正在看守三名被害人 他们遭到了一个网络求职的一个诈骗之后 先帮他们送到那个台北市的旅馆 再由这些集团的分子看守他们 帮他们办理这些相关的PCR以及 护照出国机票的一个相关文件 那我们见这个情况警示 在5月5号当天 就与与专案小组 在现场进行的一个拦截 就下了这三名被害人 那也顺利了代表 代表了这三名的嫌犯 并且向法院申请积押破坏 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追查 发现这个人口翻译仲介集团 是由竹联邦分子李轩豪来为首 与这个柬埔寨的账费集团合作 由他们在台湾成立人口仲介翻译公司 在这些网络投不实的广告 以高薪轻松只要会打字 从事文字客服 等等这样的一个招募的一个话术 来去骗取国人 从去年的11月开始 到我们今年5月 这个破获他们这个集团 大概有82名的被害人 警方依举破获 以理性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当场拘提6名嫌犯 并查扣电脑模拟枪支 空包弹点验超机等相关证物 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那我们在7月5号的时候 收证完毕的时候 就与专案小组 缤纷多处 执行了第二波的居体 逮捕了六名其他幕后的嫌犯 并且有三名组 给向法院申请积押获准 那在这边警政署 向这些人口翻译集团分子警告 使用诈述来去配取出国是属于重罪 那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犯罪行为在国内发生 也提醒这个适逢这个暑假 这些想要求职的民众 以及青年学子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广告 高薪轻松出国旅游等等 务必要去做一个查证 那这样的一个 前往柬埔寨的一个诈骗案件 警政署统计到现在 新疆又破百例 希望民众不要再轻信 这些诈骗集团的话术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为了诈骗集团 提供之佣金 让自身身陷险 同时以诈骰使人出中华民国领域外 始属重罪 对犯罪集团绝不宽待 会在第一线坚守国人安全 记者林奇会台北报道 9号真的不要骑车上路 哪怕只是一小杯 台北市就有一名男子 接到朋友从夜店打来的电话 说自己喝醉了 请他帮忙再送回家 没有想到男子到了夜店 经不起朋友邀约 只喝了一小杯酒 然后骑车再朋友回家 这途中就被警方拦下 酒厕值0.19 当场吃上救驾罚单 台北京路上一辆机车双载 但却摇摇晃晃 远景巡逻见状 当场把车给拦下 你命就有喝酒 干嘛要骑车 就一杯 你是想要一杯是不是 警方调查 骑车的是18岁理性男子 接到朋友电话通知 朋友在夜店喝醉了 他好心前往再送朋友回家 但离开夜店前 经不起朋友邀约 也喝了一杯 以为只有一小杯的Shot 不会有事 但没想到酒厕结果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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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哦 水 0.19 你刚刚说多少 0.18到0.24 扣车开单 0.25以上公共危险 本所远景单幅巡逻情物 巡经基隆路三段时 发现一辆普重机 骑车摇晃 直觉怪异 碎玉拦茶 发现驾驶全身酒味 驾驶坦诚 是前往夜店接送友人时 经不起现场友人的邀请 饮用一杯酒 自认不会超标 予以骑车上路 经检测值 测定为0.19 警方依规定于开罚 当场调扣驾照 并一致保管车辆 近日疫情趋缓 信义区辖内饮酒场所 人数逐渐回升 如遇有饮酒场合 隐蔽后 切勿驾车上路 酒测值是0.19 已经超标 离心男子当场傻眼 原本好兴趣再朋友回家 没想到自己却变成了酒驾 这下子除了要吃上酒驾罚单 还要面临钓扣驾照处分 真的是得不偿失 记者黄绍明台北报道 有一家永续文创品牌 进驻松山文创园区 成立了一间反复生活实验室 透过一日设计师的体验 永续主题的展览 与旧衣改造计划 让消费者一起来参与 探索各种永续生活的可能性 致力于推动废弃材料的升级 在之 画面现场是永续文创品牌 进驻松山文创园区 所成立的反复生活实验室 透过许多创意行动 让消费者可以一起来 参与体验永续生活 像是一日设计师体验 相当受欢迎 在暑假期间 吸引许多亲子党来参加 让民众利用现场的 废弃材料吧素材 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穿搭单品 应该说目前现在 在外面看到的衣服 大概都大同小异 仿来仿去的 然后看到这一家 就是它有很多废弃的东西 例如鞋带啊 拉链啊 或是一些人家不要的衣服 可以把它平平臭臭剪下来 然后去把它设计成 自己喜欢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蛮环保的 然后又很有一个设计感 然后穿出去不会撞 撞跟人家撞到一样的衣服 对然后 它的那个设计师 蛮多的概念都还不错 像它这边好像是有四个设计师 在做这个服装设计 然后它有很多的洋装还是衣服 它是可能用三件衬衫去把它组合成一件洋装 就很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用牛仔裤不要的裤头配上衬衫 它就变成一件外套 然后我觉得它的理念就是很棒 就是让人家会想说 诶动手玩一下 跟以前我们就只想说去路边买个衣服好看 这样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那这边环境也还不错 因为平常跟小孩子比较不会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去相处 或是去讨论如何完成一个作品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两个人可以互相讨论 然后问问女儿的意见说 诶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看 诶你觉得我这个选这个好不好 那也可以多了解到女儿喜欢的一个色块啊颜色 还有她脑袋里面的一些idea想法跟设计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蛮增加亲子之间的交流 就觉得这样很好看所以就这样拼了 对就是随便看那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深色系蓝色系 所以我就想说这样配好像蛮好看的 就把它拼在一起就真的蛮好看的 我们最初推出的就是Barry 废弃材料吧 那一日设计师体验 那一日设计师体验就是每一个人 你就当自己的设计师 然后你用我们归纳整理过的废弃材料吧 就是让你运用 我们这个叫废弃材料吃到饱 就是你来的时候 你就是改造你自己的东西 然后用我们整理过的废弃材料 和我们的技术的协助 然后消费者只需要当一个不负责任设计师 就是我想要那样想要那样 然后那个我们的车缝的专业的人 会去协助你完成你想做的那一件创作 那这个创作第一是你自己做的嘛 不是我生产在那边等着人家来买 就是你自己做 你其实有一个选择权 去做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它独一无二 就是其实在永续时尚里面 蛮重要的是独一无二 因为每一个材料它就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东西 对所以那个独一无二就会变成它很重要的特殊性 对啊所以在推出巴里号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产品面的思考 那当然为什么我们要叫反复生活实验室 其实是会通过推出然后市场消费者的反馈 或者我们在执行上的一些障碍 然后而去重新思考说 那我们要怎么再推出新的计划 所以坦白说这个过程确实是会反反复复 开幕企划永续艺术展也是一大亮点 搭配今年的计划主轴重新整理 邀请创作者周玉颖运用被遗弃的旧画 搭配地毯布块来创作 展间设计并运用大量的回收气泡纸来布展 打造出了永续空间的沉浸式体验 那其实这一档展览是我们做这个 Rehaul反复生活实验室的第一档开幕展 那第一档开幕展第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就跨界到艺术 就不是单纯的服装 然后跨界到艺术其实这一个创作者 他的背景其实是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服装设计师 那本来他就非常擅长永续改造的相关设计 那也是他第一次用时尚跨到艺术的领域 然后我们叫Re-art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在制艺术的这个概念 然后主要的媒材呢 其实就是从很多像那个符合桥二手市集 收集回来的一些被丢弃的名画 然后里面每一幅的内容其实都是所谓的名画 当然是仿造的啦 然后有可能是曾经是失败的作品 然后被遗弃的这样 然后再加上那个创作者他去改变构图 然后像每一幅画呢 其实他会有很多的几何图形 那这个几何图形去改变原来的构图 可是这个几何图形其实是服装版型 然后其实裁下来的就是留在上面的去改变原来这个画的构图 然后裁下来的呢会变成这件衣服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作品是这幅画 再加上这个立体的人台 所以他其实也有2D转3D的概念 然后像我们在写每一幅画的媒材的时候呢 就是他里面会运用的有被遗弃的旧画 阳光雨时间机缘毛线缩胶绳 这个是这幅画会用的媒材 可是里面很特别是会有阳光雨还有时间跟机缘 就是他可能被放在路边晒 然后也可能被淋过雨有水渍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例如说有猿人看中他 然后他从那一手转到那一手 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上面用的是毛线跟塑胶绳 其实里面打了那个就是那种打地毯的机器 里面打进那个榜阳村面的塑胶绳 对其实那幅的塑胶绳看得很清楚 我等一下可以看这个 对啊这这里面你看这个里面都是打了很多的 就是我们最常用那个就是去买阳村面 然后绑在面上面 红红的那个 对红的绿的什么蓝的什么颜色 直接打在里面 打进布料里 对打进这算地毯啦 比较像是打地毯的做法打出来 这一次开幕展的空间规划呢 因为就是延续我们Rehaul今年主题叫重新整理 然后那我们在重新整理或要搬家的时候 常常会用气泡纸去包东西 那气泡纸其实是一个很便宜的材料 然后而且它可以反复使用 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用了气泡纸去做整个空间的布置 然后像所有的背板都包了气泡纸 然后呢还有用气泡纸 就整卷气泡纸其实直接当成我们的展示的展住 就是它上面其实可以放商品啊可以干嘛 然后椅子其实也包了气泡纸 然后这个背板未来就是我们拆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都会做成购物袋 我们后面有气泡纸做成购物袋 然后搭配这一次的主题 其实我们就推出那个气泡压花画嘛 就是大家可以体验 其实那些气泡纸也都是我们 就是买东西包在外面回收回来的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创作的材料 所以在布置上面其实也用了这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元素是压克力镜面 压克力镜面你看里面用了很多的压克力镜面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反复生活的概念 所以你其实会看到很多画面会被投射 反反复复在那边出现在那边出现 就同一个画面会出现 然后我们那个服务的吧台 其实是我们帮品牌办活动的道具回收的 另外永续文创品牌也与多位设计师合作 推出就衣改造计划 让民众可以将衣橱里舍不得丢弃的衣服重新改造 致力打造永续时尚 我们推出的一个永续服务计划 我们叫重新整理 那其实今年一整年 我们其实推动的概念都叫重新整理 然后名字叫R加F5 其实R是re号 那个F5是我们在电脑上面有一个refresh键 就是你要重新整理页面的时候你就会按那个F5 那就重新整理 那像以往有很多人做很多就衣的回收 其实就有点打悲情牌 就是讲说好可怜啊 你不要丢弃东西啊 你要把它留下来让它再活一次啊 那我们就觉得那个其实是很悲情牌 因为时尚的东西其实还是很需要fresh 因为毕竟是永续时尚 那所以用refresh其实是要去拯救你衣柜里面丢不掉的衣服 丢得掉的衣服你就会收了嘛 那丢不掉的就是通过改造 通过我们建立的设计师设计平台 来帮你改造你丢不掉的那一件衣服 所以其实今天消费者 我们并不会生产 例如说100件东西在这边等着人家买 而是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找设计师 我们这一次这一档推了四个设计师 然后会推出制式改造和刻定改造 所以制式改造就是会有公式 例如说裤子加裤子等于外套 然后T恤加T恤等于连身裤 然后男衬衫等于女衬衫 这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改造公式 所以你就选了改造公式之后 你就把你的裤子拿过来 然后不够的材料 我们都会用我们回收的废弃辅料去搭配 然后让你可以有一件新的样子的衣服 那这个是制式改造 那刻定改造就是你就选人 就像你去法廊 你要选那个设计师ABCDE 然后就是A卡B卡C卡 然后你就是喜欢他的风格 所以你就找这个设计师帮你设计 那刻定改造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设计师 其实下一档就会再加入更多的设计师 那你就选设计师 你看了他的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他的风格是你喜欢的 那你把家里一些 你可能觉得对你很有意义的衣服 然后你也不穿 然后但是你又不想丢 它有可能很贵 有可能是长辈留下来的 就是你想要把这个衣服 有一个新的生命 或新的版型 那你从我们里面去选 你喜欢的设计师 然后interview interview完之后 我们就会列出说 建议怎么改造 然后就有一个报价单 然后报价单你确认了 然后就做成这个改造服务的委托 所以我们才会说 其实我们提供的是永续的服务 不是提供产品 对我们来讲 我们推出的东西都不会叫做商品 其实它是一种永续的服务 因为在永续时尚里的做法里面 有很多方式 其实要加入永续 不是只有单一种方式 就是每一个人选择 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 就是参与永续时尚 那永续时尚里面有很多概念 例如说二手回收 以租代买 按需生产 然后等等的 或者是我们这个叫做 升级改造 就是其实以cycle来讲 有分downcycle,upcycle,recycle 那upcycle 其实就是通过设计 让这个本来比较没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提升到价值 所以它提供的是这个 所谓的upcycle的改造服务 像改造有一个 就是比较特别是故事 就是如果这是你爸妈的衣服 然后你把它变成你自己跟 或是你给你的小孩穿 然后像我们跟uniqlo合作的那一档 其实就是把主人的T恤 改成狗狗的衣服 对啊 那个其实就你知道 因为狗狗就是很喜欢主人的味道啊 然后再来就是你 你二手衣回收你 其实很多人不是很敢穿别人二手衣 以台湾 除非是很vintage这样 那你如果回收给狗狗穿 其实大家就比较没有这个障碍 相对于回收改造 就是uniqlo的那个合作案其实回应非常好 我像第二波现在第二波到八月底 其实是可以线上下单 那线上下单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要寄衣服回来很麻烦 我们有回收的很多uniqlo的衣服 可是你还是很喜欢这个设计的话 然后或者你很想参与这个永续行动 然后你就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叫他上传狗狗照片 然后我们就自己帮他的样子想一下 他应该可以选什么回收的T恤 来帮他改造这样 然后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 其实他们是高龄文创基金会 那高龄其实是台湾工业用缝纫机 上市品牌很长哦 然后其实他们就基本上工业用缝纫机 其实就是为了大量生产而制造的 那基金会当时推出的时候 我们在寻找一个基金会 比较合适切入的题材的时候 我们就选了这个永续时尚的题材 那选了这个题材 因为基金会其实某种层面 他是非盈利组织 他会比较是赞助鼓励性质 然后或者比较是赞助的方式 那缺点就是 其实我们当时赞助了很多的服装设计师 去推出所谓用废弃载制的设计 那就是赞助 可是这个赞助的层面就会变成 其实他永续时尚的这件事 只发展在伸展台 就是感觉好像少了一些消费者可以参与的管道 所以其实后来创办Rehaul 主要就是在推动永续时尚这个概念底下 觉得我们要create更多消费者可以参与的方式 而进驻到松烟成立反复生活实验室 Rehaul创办人说 希望进一步激荡出更多的跨界合作 来探索永续的各种可能 然后那选在松烟很重要的 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基地有更多的跨界合作 所以这个整个concept跟规划都跟我们原来长不一样 因为原来其实很手作 然后像以这边其实它整个是实验室的风格 其实就是那个目的 其实是为了更多跨界的实验 那松烟它是 不能讲松烟 松山文创源区 它其实就是一个创作的基地的平台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 可以有的是更多跨界的合作 对而不是只是单纯我们自己可以发展出来的东西 而去推广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永续的概念 其实是慢慢在发展成熟 所以其实我们推出之后 我们也有很多主动来找我们合作的对象 并不是只是你看到说那几个人来体验 其实有很多品牌跟我们做跨界合作 UNIQLO加勒服 Jeans Moshi 其实有很多品牌都是主动来找我们合作 那那个可能相对会是比较稳健的business model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企业体 那只是定位会是比较像社会企业 那社会企业其实就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而组成了一个企业体 可是这个企业体必须自己去承担盈亏吗 对所以它还是应该要有比较健康的business model 去支撑这件事情可以发展 因为松山文创源区它主要是就是 新旧共荣的文化创意输火区 对然后我们是以创意跟经济 在这里打造一个共生共好所在点 那我们同时也以就是时尚还有设计跟体育 作为文化的主軸 所以当时在邀请就是rehault living lab 就是反复生活实验室的进度的话 希望可以带给园区更多设计跟时尚的元素 那让民众可以走进这个场里面去亲身体验 亲自体验就是这个时尚永续的服务 对那他们在这里也碰撞出了许多的创意火花 然后在这里也就是反复探索着 永续的各种可能 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就是大家看到 更多不同面向的松岩面貌 透过各种创意规划与永续方案 永续文创品牌rehault致力推动 废弃材料的升级再致 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响应 让永续生活成为日常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世新大学在中加宽屏赞助下 举办2022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风 教民众如何用影像说故事 节夜市中学员们除了分享心得 还发表分组制作的影片 为期九天的课程 让学员们都觉得收获满满 欢迎你们好啊 这是我来住这边的第一天 接下来三十天请多多指教 三十天? 为什么你只住三十天啊? 影片中拍摄者透过与蚂蚁的对话 传达疫情期间的心情 走过斑驳的墙面 映入眼帘的随意散散红蓝绿的窗户 以及借由拍摄眷村回忆与外公的相处点滴 许多老屋随着屋主的迁徙与转让 很可惜地沦为废墟 或是用影像记录迪化街即将歇业的博物馆 世新大学在中加宽屏赞助下 举办2022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方 邀请产观学界知名讲师 教民众如何用影像说故事 丰富充实的课程让学员们收获满满 我们这个作品叫做《疫情时代》 我们的内容是主要是要讲 跟大家宣导媒体试读的观念 在网路上所接收到的任何讯息 都不能轻易地去相信 都要去查看各家新闻媒体 所报导出来的内容 然后去筛选才能得出一个最正确的结果 那如果你随便地散播假讯息给他人的话 也许造成的后果 可能不会是自己可以所承担的 我刚好上礼拜正在隔离 然后因为隔离期间 没有办法随意地出门去拍摄 所以为了做这次的作品 我们想说可以隔离作为主题 那刚好家里会有一些小蚂蚁的出现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 也许可以试着跟昆虫做沟通 然后与全媒体试图去做结合 所以就想说如果我跟蚂蚁沟通过后 他被我的假讯息误导之后 也许就会造成他们家族的灭亡 这个效果应该还蛮好笑的 我上学期刚好有一堂课 然后剪辑 然后拍一拍发现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够 就是需要再多一点的就是能力 去试试看其他的镜头或是剪辑方式 就是从一开始的故事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发想故事 然后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 会比较容易去联想 然后剪辑的部分 不管是怎么样安排剪辑 怎么样安排镜头 都有比较大的就是进步 就是我们这次的作品是 就是关于眷村还有我与外公的回忆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来表达一种情怀 因为我认为说回忆也是一个 就是像我们这种远在他方的游自的一种力量 我们呈现的就是关于眷村 然后还有我小时候童年在眷村生活的回忆 我是高雄人嘛 然后我的眷村在凤山 可是因为现在刚好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我们刚好有在101旁边找到一个 就是眷村的四四南村一个就是文物馆这样 对刚好可以在那边取景 就是我跟他一样是口传系的 口传就是比较注重在表达啊 或者是就是比较个人方面的 例如说话然后演讲或是写稿这种技巧方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一些影片的作业 他通常只会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主题大概要做什么 但他不会告诉你你影片要怎么呈现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只能自己去上网看 或者是模仿一些别人剪辑的一些手法什么的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讲座 然后来让一些广电系的老师 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老师 来点出来我在影片剪辑方面的一些不足 为期九天的工作坊除了透过新媒体趋势 新闻内容与讯息结构等课程 培养民众媒体试读力 更透过参与试作引领民众制作优质的影音内容 成为故事的传播者 世音大学试试中心是第一次办我们的公众方 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中佳集团 能够在媒体试读 这么一个场域里面给他们有一个机会 也给世音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那么这些作品是我们的一个开始 也是我们的第一步 接着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最诚恳的一个态度 培养更多的学生 不管他是学法律的 学气管的 学的是人文社会的 甚至于他是传播的人 希望能够大家勇敢的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但是要把故事说出来 要把它派出来 其实不容易 因为要用简单的设备 至少还有一些软体剪辑声音的一些想法 甚至于到户外去找到一个素材 拍摄一些内容 我相信一步一步地走 今天这么一个结业典礼 看到这十部作品之后 让我们燃生了很多很多的希望 在这个数位媒体的时代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乐听众 也比较习惯数位媒体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 让更多的学生 尤其不是专业科系的学生 能够有勇气尝试 拿起自己的手机 拿起自己的相机 拿起自己的摄影机 记录生活中的点滴 除了给自己留一个纪念之外 我觉得也是对于这个有重要的主题 也是一个记录 尤其是民众 很多民众会觉得 我可能有一点年纪 可能我不是这个专业 可是我有想帮自己做点记录 我也想帮这个社会的浮光片影 做一些记录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工作坊 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 2022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坊 在世新大学的主办下圆满成功 而中家集团也秉持在地媒体精神 与各大学合作推动媒体试读教育 积极培育影像制作人才 号召民众制作多元的传播内容 透过各种方式唤起社会大众 关注媒体试读 媒体试读短影音叙事工作坊 耶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再等你来看夏天天气炎热 最适合玩水咯 金融七堵的石工坛 素有天然泳池之称 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但看似平静的溪水却暗藏不少危机 过去就曾经发生了不少溺水的案件 除了吸水深浅不意外 温度变化也很大 警方在这里立告示牌禁止吸水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无视警告 天气越来越热 来到七堵石工坛 把身体浸泡在吸水里 清凉又消暑 由于风景秀丽 水质清澈 因此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游泳吸水 附近的居民更是把这里 当成成泳聚会场所 温度很平均 都在15度上下 水是流动的 但是它有一段一段 你看这里晒得太阳 它就会比较热一点 游到中间 那里 那里 天然行程的石工坛 全长约150公尺 最深的区域 近有3米深 在地的泳客说 水道看似笔直 但深浅不一 岸边河溪底的石头很滑 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以前就发展来 夏天有时 没有游泳池就来这 我这很亲 亲还好 你慢慢的下来 你下来就不 还好 你要是 没有游泳的 带个救生圈 你就是女生 不错 往年暑假 石工坛就会传出 溺水意外 山浮站边设置了 危险水域 禁止细水游泳的告示牌 但不少民众无视于告示 细水发生危险 消防局很无奈 只能呼吁民众 找适合的水域玩水 下水前必须做好暖身 带小朋友玩水 更要有安全护具 石工坛 因为没有救生人员 没有救护站 所以民众在汽水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下面几点 第一点 要下水前 要做好暖身的一些 运动 然后再来就是 要结伴同行 万一有发生状况的时候 可以互相的呼应 然后第三 水深有时候 下午热对流 然后雨水会暴涨 那也要注意水位的升降 避免突然的河水暴涨 造成这个离开的危险 消防局提醒 民众户外汽水 最好挑选有设置 救生员的水域 另外多多注意周遭的天气变化 才能够确保生命安全 记者 黄绍铭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您到七毒马林地区 一间隐藏在树林间 绿意盎然的城堡景观 无餐单料理餐厅 在这里不但可以吃到 特别的季节风味餐点 享受美食放松心情 也很适合拍照打卡当网美 聪明鸟叫声中映露眼帘 隐藏在树林里面的这座城堡餐厅 光是周遭种植的整排落雨松 以及各种花卉和充满生机的鱼池 就令人惊艳 走进屋子里面整体挑高的用餐空间 和拱门造型的大片落地窗 可以直接透视外面的园艺造景 令人心旷神怡 经营这家餐厅的姐妹花老板表示 希望让来这里用餐的客人 能够看见马林四季不同的美丽景色 而他们的餐点也会跟着 夏天和冬天两大季节 搭配在地食材做变换 夏天的话就会饮食会偏向比较清淡 然后会用我们都用当季 比如说现在竹笋 我们下面有一个那个冠军的竹笋 我们就会利用一些当地的食材 或者是当季的食材去做一些夏天凉的 或者是我们夏天的食物 会比较偏向法式的感觉 那冬天就会比如说 我们台湾人就喜欢吃一些麻油 或者是比较炖类的东西 我们就会可能炖牛肉啊 或者是一些麻油鸡 或者是充满猪之类的这些食材 会去做一些调整跟搭配这样子 我们每个月的20号 会开放下个月那个餐厅的预约 然后时间都会公布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那客人就可以看我们的那一篇 然后去视讯我们你们要预约的时间 那没有接受电话预约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 所以忙起来的话 可能就算我接了 我可能忘记了 那就不太好 对 所以我们用网络预约会 大家都各自有依据 会比较保险这样子 直透式的餐厅和厨房 拉近主厨和客人之间的距离 也让客人一目了然大厨的做菜环境和方式 让用餐的人更安心 由于是无菜单餐厅 主厨兼老板的史蒂芬妮 介绍煮菜色时强调 不论是牛肉鸡肉还是鱼肉 都是自己用心的作品 从腌制到烘烤煎煮 都是耗食耗工 兼顾色香味俱全的经典菜肴 牛煎 就是牛煎的部位的牛排 那我们有先用味噌 先干腌过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把味噌去掉之后 然后再煎过 那这样子的动作之外 它会把它的肉汁会锁在里面 然后会多一股味噌的香气 鸡腿卷 那就是我们用去骨鸡腿 然后里面有卷上那个 日本的那个豆皮海苔 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 酥子叶 然后火腿跟那个红萝卜 然后中间再卷上一些粉丝 这样子 然后切开的话 它就会有那个 一圈一圈的颜色这样 对 然后我们最后会搭配上那个 椰奶花生酱 猪里肌 对 那先用了那个香料 下去腌制了一个晚上 然后用低温先烤过之后 我们再那个大火下去煎 对 那它吃起来就 因为里肌肉的那个脂肪 没有那么多 那吃起来会比较软 然后也比较没有负担 对 除了煮菜配菜和点心 主厨一样用心贴心 像是这道松露炖蛋 听起来是炖蛋 吃起来却有着像布丁一样的滑嫩口感 松露炖蛋 对 里面加的是鲜奶油跟鲜奶 然后还有鸡蛋 然后再加一点肉豆扣下去调味 然后最后是淋上那个松露的那个酱汁 这样子 对 口感上 它的口感比较像布丁 就是是软嫩的 对 那比较那个滑顺这样子 对 蛮特别的口感 其实蛮多客人都蛮喜欢的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再加上暑假到来 这家位在七独马林地区 树林间 绿意盎然 城堡景观的无菜单餐厅 非常适合民众前来一探究竟 享受美食及芬多金 不但可以吃到餐厅 特别准备的季节风味餐点 放松心情 转换紧绷的心境 悠闲的景观环境更适合拍照打卡当网美 而老板也贴心提醒民众 餐厅只接受网路预约 没有接受电话预约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同样也是美食哦 要带你来看金融一间火锅店 长期严选A5和牛当火锅肉片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业者就改做和牛水饺 有韭菜及高丽菜这两种口味 业者坚持手工制作 保留多汁的口感 他其实看他的油露就知道了 其实和牛它的油花其实比较细致的 尤其日本和牛 它分布的很细密 一颗一颗水饺刚起锅 剪开来看韭菜和肉末混合在一起 但不说你很难看得出来 这是和牛水饺 和牛的味道很浓郁 然后入口 其实吃得到韭菜香 又吃得到那个和牛它的香甜味 尤其是那个肉入口即化 然后配上那个清脆的韭菜 真的很好吃 外面水饺其实它基本的 那个肉末啊或是菜啊 其实馅料 它的一些不管是酱油盐什么东西 可能都参差很多 那其实和牛其实吃原味 其实是最棒吃得出它那个肉质的感觉 重口味是可以选韭菜 韭菜其实跟和牛搭配起来 其实它我觉得也是蛮match的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肉跟韭菜两个 因为和牛其实它的味道其实是 就是牛肉和牛的味道其实很很 吃起来其实是很融在嘴里啊 那韭菜其实它的香味 其实是可能本来就比较重 可是我觉得吃起来其实有别一般的水饺不一样 入口即化就是和牛水饺的口感 浓浓的香气让韭客唇齿流香 但要包出一颗饱满的和牛水饺 手续可是很繁复 然后经由我们搅拌以后 它其实我刚刚一直强调说 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致 等一下过完以后 你会发现你完全看不到肉块 它整个都会变肉泥 那它包在我们那个 配合高丽菜跟韭菜下去包以后 和牛水饺非常特别 就是你会吃到满满的和牛香气 尤其这个是日本和牛 澳洲或者美国 它可能肉质会比较粗糙一点 这就是我选择日本和牛的原因 将解冻好的和牛放入绞肉机里 立刻飘散出浓浓香气 再与韭菜高丽菜均匀搅拌 全程都是纯手工 按摩时间也要拿捏得好 和牛的特性 它油花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 我起初刚开始包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说 包这个和牛水饺 是蛮有创意的 其实 然后 开始包的时候 觉得发现说 其实很困难 因为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油脂比较多 那跟一般的水饺不一样 它包出来以后 你要那个加蔬菜 跟韭菜的部分 那个比例要拿捏得非常完美 一般水饺印象就是皮薄险多 但要包和牛水饺 饺子皮要经过挑选 加上和牛有油脂 怕饺子没包好 下锅容易散掉 因此 光是包饺子 也是一门功夫 高丽菜要先脱涩水 所以 它本身 肉就会含水性 所以 所以它比例要多一点点 不然 菜肉的比例会不均匀 我们的分量大概是32克 因为 就是 大颗 所以呢 这个皮也是 克制的 会比较厚 因为水饺大颗的话 煮的比较不容易脱 我们平常在火锅店吃的那个蒜和牛 其实口感完全不一样 因为 我觉得应该是老板 他在包那个水饺的时候 他有把它跟那个青菜 和在一起 然后 它完全融合 有点像肉丸子的那种感觉 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吃起来 口感就真的很错 台湾人爱吃和牛 就用这间火锅店业者 对和牛很有研究 掌握A5和牛的 有化特性和口感 推出了韭菜和高丽菜 两种和牛水饺 因为老板 龟毛的个性 从制作内馅到包饺子 都不假他人之手 这个其实是 真的是限定 为什么 因为 当厂商他从日本进 和牛进来的时候 是一整头牛 那他把 大部分的肉块 分解以后 会提供给牛排店 火锅店 或者是一些烧肉店 那其他 切下的边边角角的肉 通常过去都是 五星级饭店 做和牛炒饭 可是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 然后 其实大家 生意也都没那么好 所以 我们才有机会 买到这个和牛的角肉 角边肉 是另外一种出路 因为疫情真的让很多行业 是啊 这没办法 就是 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受到疫情影响 火锅店业者找寻了 另一条生计 推出了和牛水饺 严选肉质 内馅饱满 要让爱吃和牛的饕客 没咬一口 唇齿留香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 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播放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让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钱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钱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